加拿大央行又将大幅升息对防奴们意味着什么? 虽然加拿大央行行长Tiff Macken和他的团队在为周三的加息决定做准备, 但一直在积聚的信号表明,本周加拿大将加息75个基点, 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。 在上个月的加息政策声明中,当央行第二次上调50个基点时, 他表示如果需要,准备采取更有力的行动, 以实现其2%通胀目标的承诺。 5月份通胀率高于预期,升至7.7%,为39年来的最高水平。 估计6月份通胀率上升至8.3%,第二季度平均为7.6%, 远高于是行4月份预测的5.8%。 周五数据显示,工资也在上涨,比去年6月上涨5.2%。 令人担忧的是,加拿大人对通胀的预期也有所回升。 央行的季度调查显示,超过一半的企业预计通胀率将至少三年内大幅保持在2%以上, 消费者预计5年后通胀率仍将保持在4%。 除非油价迅速下跌,否则预计加拿大央行周三将加息75个基点, 9月将在上调50个基点。 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将使利率达到3%,略低于市场预期的3.25%峰值。 加拿大人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。 MNP消费者债务指数调查的近60%的加拿大人表示, 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加息的影响,这一数字比上季度大幅上升。 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,他们在财务上没有准备好应对加息一个百分点。 超过一半,58%的人表示,他们担心利率上升对财务状况的影响。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表示,他们担心自己有能力在不继续增加负债的情况下支付明年的开支。 根据Rates.ca的数据,目前,大多数五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4.79%到5.24%不等, 浮动利率从2.70%到3.30%不等。 如果加拿大央行将其隔夜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2.25%, 预计最优惠利率将升至4.45%,浮动利率将定为3.45%以上。 根据Lowest Rates.ca计算器的测算,以70万加元房屋计算,浮动利率为2.7%, 每月还款额为2801加元,由于再次加息0.75%, 还款额将增加到3038加元,每月增加237加元。 Capital Economics认为央行至少一年内都不会降息,即使经济出现衰退也是如此。 由于劳动力市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放慢到足以减缓工资的增长, 而央行将不会向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资金。 因此,预计央行只会在2023年底开始放松货币政策,将利率降至2.5%。 谢谢各位的观看,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。 如果对您有帮助,欢迎点赞,关注并订阅,下期不见不散哦!